中文字幕 李宗盛 如果說你出境外面 碰到一些緊急的事況 我聽到你新港有人說 去某種會 我走來 幫你幫忙做的 這一尊虎爺身上 這邊有寫 總會長 會長虎 我們新港風天風 金虎爺前後總會 總會長 他很疲勁 他已經試過很多很多卡 差不多超過1000塊 這個虎爺 擦上這個金花之後 看起來不只比較莊嚴 有點意外 感覺又有點那種 更發光的感覺 嗯 虎爺我看 虎爺他頭前有那個鷹 那是他的鷹嗎 對 那是他的大鷹 大小鷹 喔 像那個鷹是用在什麼地方 開風涼 還是在辦事 還有他在調檳 對 對 那這個大鷹是他有什麼功用 那就是定義的大鷹 他的軍營 喔 你剛才剛才有一些 腳踏重 他就叫他處理人 啊 這有有住到那種腳踏重嗎 沒有 我剛才就是 那個男人 是大人帶來 那個 那個 那種 整齊的頭部 那那個小鷹是他有過的 兩名鷹 對 他在討論的時候 什麼年齡的年齡的年齡的年齡 都在口味不一樣 那裡面就是 卡四五個 那算是他母親了嗎 對啊 他先去卡四五個 一台嗎 對啊 原來就是一個 算他五歲前 這個小鷹 他五歲前開始 那他才討論 他的業障 還算英國嗎 正式英國 喔 學士的英國 然後他要討論 其實他 因為他 他開始 他有 他又有靈體 他又有掛紋手 所以比較該處理 因為這個人比較賣用 但是他要 他的卡鷹 找個招鋒員 什麼 一個小小小 這會 打給他 算說那個特效 他是有掛銷本的嗎 對啊 對啊 反正說他有 支付命運 喔 他可以合法去討論 對啊 我們是沒有辦法 跟他 因為你說 可以 爸爸說 要怎麼 把他招 所以要不要辦法 我就是先把他 旁邊四五個 沒有分數的 先處理 處理掉 哦 對啊 當那個人就是 爸爸跟他講 跟他交通 對啊 我跟他講 說到他 發育 我們開那個 他帶他 他就是要跟他做 他說要做 換他 或是 我們女婦 他跟他說三年 他就是三年 我跟他做 他才不跟他做 哦 了解 這處理是 都上來處理 處理就好 要公平下來 因為你本身是貴心 我不是啦 我不是貴心啦 我們有那個 負責手 哦 好 他跟自己 手 給我下來 他就要 倒帶開始 哦 這個我在那個 人面語裡面有看到 他也是扶手教 然後會這樣 這樣 開始是蝦梨 他就來蝦梨 對 蝦梨 對對對 蝦梨 今天在補的時候 人家就來 新園賣 哦 對啊 人家的媽祖 還是什麼 新春 了解了解 我還是這樣 現在帶大家進來 這邊看 這裡 在印章的旁邊 有這個 小金元寶 然後會長剛才說 這個 算是隱藏版的 什麼 招財的 哦招財的 所以 聽說要 擲筊 才知道 虎爺將軍 要不要 把他賜給你 嗯 請要嗎 可以試試看 就來擲筊一波吧 好 走 好 發呗 教頭那個表情感覺好像 幻肩變得有點比較尷尬 什麼尷尬 咦 月經有這個要幾個筊 要三個筊 哎 元祖師來逛請 哦 新港風天 基隆高雄 金元寶 我們頂南 台中軍元祖師 在宮來 如果有吃 金塊落土就知道 來 有 有 有 你知道為什麼 我剛會說他快來了 嗯 我剛剛頭很暈 金豪將軍來 我不會 啊 比較勝 好啦 我們杯手選我款啦 再次金塊 你了 你好 我想要去一百尾尊 如果吃金布就知道了 不是 換手 我們在宿宮廠 新港鳳天宮高雄金布 我們頂南金布大將軍 有地主 原主是要來看金元寶 金布大將軍如果要輸我們元寶 我們在宿宮廠 新港鳳天宮高雄金布大將軍 關於大家的地主 要來幫你盤金元寶 就是跟我們父親說 你的事實 幫你打聲音譜 給你發音公代 希望把金元寶給他們的需要 可以更好起來 更幸福吃 如果好吃 我們金布大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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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下一個問題 沒有下一個問題 我們去賓我們新港鳳天宮 都用金布大將軍 我們金布大將軍 這個地主 要來保你的金元寶 要給他們的事實 和他們的幸福 確定好吃 要輸金元寶 這位地主吃 我們金布大將軍 我們金布大將軍 有嗎 確定是吃 金布大將軍 可以炸 來把金布大將軍 按住 沒道理 sou 阿 來 من 今晚 film 金布大將軍 沒有啦 來 再數筆筆 沒道理啊 是筆筆 是筆筆 來 一個小可怕 來 再數 是筆筆筆 感謝我們肌肉將軍 來 拍一下 雖然沒有拿到 但是還是覺得 沒有關係 這個東西可能給有緣的人 我們之後還可以再來挑戰 不要強求 哇 哥哥 你有擲到耶 來來來 看一下看一下 充滿羨慕的眼神 什麼材質啊 銅 銅的喔 上面有刻字嗎 沒有喔 沒有 結果只有鬼哥獲得 我剛剛就有感覺啦 有感覺 對啊 你剛剛不是在問他們情人 他們來了沒有嗎 我就跟你說他快爛 因為我就是有感覺 果然 有練過的人就是有差 哇 我們現在已經 從金虎爺會的這個宮廟 離開了 我看你剛才收了不少戰利品 要不要讓觀眾看一下 嗯 你們這些人啊 如果 不手術快一點 東西都被我拿走了 不過不少 三包啦 今天拿超多的 三包啦 也花了不少口口啦 嗯 我覺得 這種東西 自從我知道會長 其實他真的為善不欲人知啊 嘖 他把這些東西其實 都當成是香油錢 那 他會不定時的 對這些弱勢團體 他會做一些付出 對 因為畢竟做這些東西 也需要費用 都需要費用啊 所以我們 花一點點香油錢 把他們帶走 我覺得很合理 因為畢竟 會長他也是花錢 去製作的 所以 花錢是正常的 而且又要花很多時間 因為 這個是全部都要吃過泡 而且不是一次 再來是 開光加持 都也要全部都費時間 所以我覺得 這個東西 我不會把它說 叫做買啊 我把它當成說 請供 請供 你就是添個香油錢 把這個東西拿回來 那今天最得意的 還是鬼哥啦 他這個金元寶 是隱藏版的 這個 要擲杯 有才有 沒有的話就沒有 連種四個聖杯 才獲得這一個 真的很厲害 我一個 沒有 他 也是沒有 然後 KIN也是沒有 對 那基本上 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到這邊就要結束了 大家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分享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希望不要忘記訂閱 KIN 鬼哥 以及藍教頭的頻道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再見囉 掰掰 訂閱 吧 可以 可以